您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带您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苗栗 台中以及高雄新闻 而今天新闻一开始 但您看到这是生死关头 消防救护员出动就能带来希望 新竹县的消防局在急救成功率 执行急救处置 还有救护新生儿接生等方面 是表现亮眼 总分21分拿下了最高18分 获得了救护团体金纸奖 接生好手等8项大奖 而且这获奖数是全国最多 把最高荣耀金纸奖琉璃奖座献给县府 新竹县消防局参加全国消防机优救护评件 在团体以及个人奖上 勇夺8项大奖 获奖数全国最多 消防局特别献奖 也就是它得到的内政部消防署的 消防机优救护人员的评件中 的一个8项的大奖 我想这非常不容易 其中是包括了两个团体奖 以及六个个人奖项 团体奖是荣获团体遗嘱金纸奖 及我们光明专责教父消防分队 是荣获特殊机优团体奖 不仅善用科技救护 更时常结合校园宣导 今年获奖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全国机优救护人员团体金纸奖 新竹县消防局在评比当中 救护欧卡的案件线上指导成功率 执行急救处置 救护新生儿接生等 总积分21分 新竹县就夺下了高分18分 拿下金纸奖 而个人奖项在 接生好手 急救王各一位 另外有五人 拿下急救精灵 个人组的第一名 除了有急救精灵 就是所谓的个人组的 急救成功的部分 当然有接生好手 跟救护之王 那这些都是 我们各项里面 在执行救护案件工作 除了最多的第一名 就是我们急救成功也最多 那我想在这些家种的 个人奖项里面 才会到救我们这个团体 第一名的成绩 东元医院林振宇副院长 13年来协助指导消防局 建立各项救护制度 荣获医疗指导医师资深奖 消防局将持续加强救护技巧 守护献民宝贵的生命